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者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在很长时间 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提升卖家有效内容营销能力的大难题 但市场上各种单一工具都无法解决经济 系统 稳定 本土化 高速的制作生产符合不同阶段 不同背景跨境出口电商企业不同阶段内容创作需求 并将至快速拥用在不同的跨境电商商业环境 直到我们找到包括善发布斯法 飞书深诺等 都用了很爽爆的解决方法 看纳可画 全球最大在线设计平台 视觉经济驱动者 2021年融资2亿美金 估值400多亿美金 全球月活超1.25亿用户 拥有150亿设计作品的跨境内容营销加速器 作为备受关注的400亿美金估值的独角兽企业 更是全球所有女性创建和运营估值最高创业公司 看纳可画是如何造周 这个一直被认为没有互联网图案的地方茁壮成长 成为一致引领全球视觉经济发展 全球协同设计平台独角兽巨兽 这近十年的发展历程都经历着哪些重大历史事件 大家好 欢迎回到看过画性就阿米的阿米画性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空下经济商背后的案例商机 2023年最热闹的一个词一定是内容营销 第二个热闹的词一定是AIGC 第三个热闹词一定是创作者经济 从2015年开始我们跟很多很多跨性旧货店商店 平台卖家 独立家卖家都聊过一个 他们动同都很头痛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可以高效的解决他们那种营销问题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华林上四天王 上市那几个满天五谷 包括一些独立站的西克奥庞等等等等 这些都没办法解决好问题 今天我还找到了解决办法 它叫Canver 一个诞生于20几年 2013年 2013年到今天它十年的独角兽 四百多亿美金估值 我们今天请到了Canver中国区的CEO 艾丽 谢谢 非常的surprise 因为我原来看到艾丽的这个简历的时候 我是当时是有点紧张 实话啊 真的是紧张 为什么会紧张 首先KBNG OK 然后KBNG以后高领 高领以后在Canver 一开始是CFO没什么 对对 中国学CFO 后面变成CEO 你想想 一个这么 从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 我们认为就是学霸 做的学霸的经营的人 一定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没想到非常nice的人 谢谢 很惊喜的 讲讲你自己 好呀好呀 我其实就是在加入开发之前 然后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我在币马威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大概是五年的时间在那边 然后在高岭呢 其实是一个投资管理平台 然后呢 他其实是去看这个宠物医疗 这方面的一些投资的 然后呢 在这段时间呢 大概是一年的时间 在高岭这边 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 其实积累了比较多 关于财务啊 神迹啊 然后咨询啊 然后投后管理啊 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也是机缘巧合吧 然后我是先知道 看完这个APP的 然后 对就是有人介绍给我 然后我大概就是了解了一下 然后因为我自己有经历嘛 我也要做就是就是什么婚礼清建啊 宝宝客卡啊 什么现在做宝宝客卡 以前做的是婚礼清建 那其实当时就是去淘宝店 去找人 找设计师去做嘛 然后花几千块钱 他帮你做一套 来来回回 反复的沟通一个月 然后你可能才会得到 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 非常有体会 嗯 对对对 就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嘛 她是宝妈 我现在是新手奶爸 看不出来吧 宝妈 一睡一睡孩子宝妈 太棒了 谢谢 然后呢 其实那个反复的过程 让人挺难受的嘛 然后后来有人给我推荐了这个产品 然后其实当然简单的一看 然后就是大概是可以去做婚礼清建 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去做了 那时候还比较早 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是在看了 哪一年 18年底吧 那个时候其实是国内的整一个的创业 还是挺热闹的 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了解到看完了以后呢 然后正好就是有人找到我 然后就说 哎 现在有这样一个职位 然后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对 然后就在看了 说 它是一个财务的职位 因为我们当时团队非常的小 嗯 大概是二十三十人 就差不多 刚刚进入中国 刚刚进入中国那时间了 对对对 没有多久 我们大概是18年8月 看完到CN 就是在中国正式落地的 嗯 马上就五年了 呀 对 快五年了 五年了 五年在一家企业 其实是非常非常自身的 嗯 讲讲Caml 就是进入去了 从一个CFO 慢慢变成 今天中国去的CEO Caml 其实在中国啊 刚刚我们讲了一个话题 就是Caml 有可能能解决我们今天跨境出口电商的朋友们 在内容营销 全球协同创作 包括视觉方面的问题 嗯 但其实很多人是对Caml 不了解 不认识 嗯 我也是很偶然 知道Caml 我也是因为自己要做一些设计 我衣服 我不想花几万块钱请这个美工啊 挺浪费的啊 因为我们可能在更多是在视频或者是文字 我一开始用国内的你们的精品 嗯 说实话 我是经常崩溃的 因为它经常崩 对 然后模板很很很low 嗯 然后配色很丑 字体很少 嗯 然后我看了都不想再看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办吗 我当时在一个叫花叉什么网 先找灵感 然后再从那个创什么什么什么网去找模板 然后再自己想 再自己做 我的天哪 好烦 嗯 整个这个流程特别的长 就非常难说 嗯 但CAMBER好像能解决问题 讲讲CAMBER CAMBER这个算是现在全球的独角兽 大家知道CAMBER是澳洲的吗 我们先说土澳土澳 土澳就出了一个400多亿估值 然后全球越火1.25亿的这样一个独角兽 嗯 他怎么来的 嗯 是这样的 就是全都开始于Mail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创始人叫Mail Melanie Perkins 然后如果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你哥之前有没有读过他的一些故事 看过 嗯 他的故事是这样 就是他大概19岁的时候 其实当时正在大学读书 嗯 然后呢 他的一个副业 其实去是去教啊 一些大学生去学习怎么使用传统的设计软件 嗯 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些 A打 对 对 对 当时学这些的时候 其实他在发现就是学生在学这些传统软件的时候 有很大的很高的门槛 非常高 对 然后他可能反复教的时候 他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 就是怎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款 就是那么容易可以给小白使用的简单操作的设计工具 嗯 所以他带着这个想法当时创建了就是他的一个第一个公司 叫Fusion Book 就Fusion Book 然后呢 这个其实是 呃 去来 就是 他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那种毕业的那种Year Book 嗯 就毕业的时候大学生可以去 年刊 对 类似那种留言本 对 在中国可能大家知道是毕业留言本 写上我爱你多少年 对 对 差不多是那种 然后可能几十年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对 还觉得还有人当时表不过表白过 对 但是你有可能就丢了 放到哪个位置 找不到了 但是刚需 对 是刚需 但是这个Fusion呢 Fusion Book其实就是相当于 把他的这个 呃 东西变成了一个电子化的 然后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去制作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简易版的一个操作的 一个在线编辑工具 嗯 所以这个是开发的一个前身 嗯 然后在五年以后呢 Fusion Book其实已经变成了 呃 就是在法国 和新西兰来看的话 是最大的一个 就是专门做Year Book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公司 非常专注 对 然后就是带着这个想法呢 然后Melanie就觉得说 那我可以是不是给更多的人 这种呃 设计的力量 嗯 就是赋予他们更多的是 更多人设计的力量 痛点是全世界人 对 痛一点 我们也是被折腾了好久 对对对 Exactly 所以他就是相当于带着这个想法 然后就做pitch deck 嗯 然后去impress我们的investor 但该就是被拒绝了一百多次以后 对 因为就是非常痛苦嘛 这个过程 因为他要去 因为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特别好的 就是他和他的呃 现在的老公 嗯 其实也是我们的CEO 他叫Cliff 然后他们两个人其实没有特别fancy的这种就是教育背景 嗯 或者是他们没有这种就是硅谷的这种创业经历 或者是这种很多大牛的背书 而且他们是澳大利亚人 那 所以就是很多 其实 他就固化的一阵子知识吧 对 所以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 就是Mile他的性格其实是非常坚韧的一个性格 就是我们跟他工作长时间了 也能感受到他的这种坚韧的性格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不断的碰壁 然后不断的去重新的去修改他的pitch deck 去改善他的这个产品的雏形 然后一直到2012年我们其实组建了就是Kanwan的团队 到13年的时候是正式上线了Kanwan的第一款产品 那个距离他第一次创业多久了 好 好问题 因为我很好奇 因为我未来啊 我们有机会去做海外的这个interview 我很想跟他聊一聊 这100多次rejection是他是怎么去面对的 OK那后面呢 后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13年正式上线 然后到现在10年的时间了嘛 然后今天从零个用户 然后到现在我们是全球150 不是sorry 1.25亿的用户在我们的平台上是活运用户 并不是说注册用户 然后还有就是截止到今天有150亿的这个设计 然后是在Kanwan的平台上产生的 其中有0.0001是我们贡献的 说不定 说不定 然后那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公司的规模上来看呢 我们也是从零就是他们他们两口子 然后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全球有3000名员工 然后分布在就是不同的 我们应该是在全国全球有9个办公室 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中国的话我们是有两家办公室 一家在北定一家在武汉 那就很好奇了 刚刚Kanwan的这个创始人故事 我印象中是两个官司 第一是应该是全球 目前是应该是女性创办的 故事最强的 最大的一个科技企业 你记错的话 第二个 这100多次的融资被rejection 这个也是创了记录了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坚韧这个词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我们 看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 我不确定有部日剧你看过没有 这个题外话 叫101次求婚 好像没有 黄渤跟张 这个那个谁 林志玲曾经拍过的 我知道他们这个组合 求了101次求婚以后 终于把一个矮肥错 取到林志玲 题外话 但是Kanwan的东西真的非常棒 大家还不知道Kanwan能干什么事情 这样要安慰讲 Kanwan到底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这些问题呢 有那么多人用1.25亿的活跃用户 150亿的设计 到底你们在做什么东西 像我平常我们要去学那种传统 A字头的那个软件 反正我学了很多年学不会 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种设计软件 让它变得更简单 把它的门槛拉到最低 最低 对 怎么样最低 零门槛 就是你可能会操作电脑 然后你会打字 那你可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编辑器的页面以后 你就可以去创作一个 你想要看到的一款设计 你不需要去学习Photoshop 你不需要去学有任何美学知识 那你可能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些创意的素材 然后创意的模板 你直接套用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一些文案 那它就是你的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刚才艾比有个表情特别特别优雄 完了 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简直就是那个metric spell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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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那好 2018年凯文尔进入中国 中国算是那个时候 互联网电商也是最活跃的那段时间 四年多五年过去了 为啥在这个时间点会启动跨境出海 出海这个项目 现在中国有14亿人口 然后有参与电商的应该有两三个亿人 你们用户非常非常多 可能这1.25亿那边最起码有个几千万在中国 那为啥会进入这个跨境出海 这个项目 为啥 其实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 我们的产品其实在不断的迭代 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就是用我们的竞品的时候 觉得它的平台非常不稳定 那我们也经历过 就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间 但是我们会比较快的去迭代 然后去改变我们发现的所有问题 这也是刊案的一个初衷 所以我们的产品其实是在不断迭代的 然后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阶段 会适合不同的客户 然后那可能到后面来讲 就是在我们最近几年的这种发展过程中 我们开始就是更多的去看品牌化 就是比如说像数字化资产管理 然后营销的这种品牌中心的 这部分的产品的建设 然后同时我们其实也是 最近也看到了就是 不管是从政策方面来讲 还是整个的这个数据来看 其实跨境电商就是变得越来越火 然后基本上所有人都在聊 跨境电商这个事情 那我们发现 刚好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我们的这个市场 是有契合的 就是我们叫product market fit 就刚好说你们有需求 我们有产品 我们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需求 你们解决了 对 完了 完了 对 就是我们刚好就找到了 这样的一个契合点 一千加万人次阅读 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篇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七 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次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解读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 商机智库阿米跨境